家人们注意看,最近鸡蛋的这个做法火了,实在是太好吃了,饭店一份就卖58,咱们自己在家做成本5块钱都不到,营养美味,老少皆宜。 看完视频之后,保证你又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,个个夸你是大厨。 首先,我们准备半根胡萝卜,先切成薄片,再给它切成细丝,最后切成小碎丁。 一根火腿长,中间对半切开再切成细丝,最后切成小碎丁。 再准备半个红椒先切成细丝,再给它切成小碎丁,切完之后把所有的食材装入一个盘子里,有条件的话再放点豌豆和玉米粒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5毛钱的瘦肉,先切成细丝,再给它切成肉末,切完装入小碟子里备用。 最后我们准备一把小葱从中间对半切开,只要葱叶部分把葱叶切成葱花。 切完放入一个盘子里,加入一勺生抽,少许芝麻香油,半碗清水。 用我家黑色的筷子充分地将食材搅拌均匀,搅拌入味。 接着往里面打入4个母鸡蛋,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,但是他会帮忙点赞鼓励一下,这样人最善良了,非常感谢。 把盘子放入蒸锅中,盖上盖子,水开计时,大火蒸6分钟。 接下来在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,油热放入肉末边炒出香味。 再把刚才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进来,大火翻炒1分钟。 炒至断生,加生抽。 蚝油,继续翻炒1分钟,把食材翻炒至入味。 再来半碗山泉水,少许胡椒粉和盐,松鲜鲜调味。 继续煮2分钟,把食材完全煮熟。 放入少许淀粉水勾芡一下,使汤汁变浓稠,关火备用。 6分钟之后,鸡蛋也蒸好了,将它取出来,把刚才熬好的酱料全部浇在鸡蛋上。 哇,瞬间食欲大增,看着就是很好吃的那一种,闻着也特别香。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握鸡蛋,吃起来鲜香滑嫩,入味又好吃,非常的下饭。 里面有各种蔬菜搭配,有肉又有蛋,营养非常丰富,老少皆宜,全家都爱吃,快做给家人尝尝吧。